大人小孩都爱去的麦当劳 向来都禁止顾客携带外食进入餐厅内 只有生日蛋糕除外 但是麦当劳最近却推出了一个新条规 如果顾客要携带生日蛋糕进入餐厅 就必须先出示亲真认证 我觉得有点奇怪了 其实怎么会订阅哈喽呢 讲真实是哈喽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谁要去我 如果是讲你要认证这个哈喽这个cake cake没有可能我去放那种不哈喽的东西机器 只是一个party而已 怎样讲是哈喽cake呢 他们会用猪油来煮那些cake吗 没有可能吗 如果是butter不哈喽的 这样叫他们supermarket不要卖 除非你是讲一些比较 famous的branded 他们是recognize是一个哈喽certificate就比较容易 如果你是讲外面normal cake shop 要哈喽certificate是的确有点困难 民众都认为携带生日蛋糕进入餐厅还需要出示亲真认证 是一项麻烦的举动 就连巫医同胞也质疑 麦当劳的这项新措施 因为有些人做自己的鸡肉 所以如果我们做家里的鸡肉 要想到自己的鸡肉 我认为大多数的鸡肉店在 Malaysia已经吃了 比较少许是哈拉,他们不服用任何材料 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可能有人带来一个酒吧 但平日的鸡是给孩子 这里是一个地方的鸡典的鸡典 如果他们有个平日的鸡典 然后他们带他们自己的鸡 我认为它只能被决定 它不重要是否有证据 所以我不认为它应该被决定 如果对哈拉 它不应该是太难的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 包容有族同胞的宗教需求 并不是一件麻烦事 而这个新措施 也能带来双赢局面 我并不是看到这种状态 因为我们是在一种各种各样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学习相担心 如果我能够去证据 我一定会做的 因为在这些年龄 所有的东西都很适合 在KL、MT、MT、MT 只要乘一趟 去到Jabatan或其他地方 全部都会在完整的互动 我认为它是一个赢赢的情况 这就是莞登顺客 简单是一个赢赢的 这些店�也认为 会贫入献处 包括煮处 美外食物 可以觉得 那些食物 还会仿佛 owner 餐廳的主持人 都保證是喇啦 儘管這項新措施已經開跑 在網絡上反對的聲浪卻越來越大 行動黨前黨員邱光耀 甚至發起了杯葛麥當勞的活動 我是不會瓦卡拉 我是蠻喜歡吃美迪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這樣講究 就吃吧 食物方面吧 甚至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不會在美迪慶祝生日 這個是很正常 我們都會去外面那種 比較high-end的地方慶祝好嗎 也是一個方式啦 如果你可以boycott 你不是boycott 看一下可以不可以有機會咯 沒有對我們也不公平嘛 其實杯葛麥當勞也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穆斯林也是杯葛麥當勞 他們是以色列在後面支持的 所以這一次我就覺得是有點過分的 會浪費穆斯林覺得很感感 如果真的是杯葛有效 跟管理層就要做出改變 這個是看大家能不能發揮群眾的力量 目前只要瀏覽麥當勞的面子書專頁 就可以發現麥當勞的貼文中 多了許多憤怒的表情符號 也有許多網民留下挑釁意味十足的留言 批評麥當勞的這項新措施 但麥當勞早前已強調 該快餐店是為了符合清真認證要求 而不得不採取這項措施 CantinFoxys 猩猩猩猩猩迪